引擎是一台车重要的动力心脏 如果你想要知道哪一个车场呢 做的引擎最好 其实每年的国际引擎大奖 就值得拿来做参考 2019年的国际引擎大赏 日前得奖的名单也公布了 我们看到这次名单当中 竟然有一个引擎 南瓜了四项的大奖 到底是哪一颗引擎这么样的优秀呢 在我们正式揭晓答案之前 我们首先要先来看看 近期讨论度相当高的 就是Infinity的VC Turbo 这个可变压缩比的引擎 而且它也量强化了 我们来问一下艾大 它到底是怎么样的运营做方式呢 我记得冠于我们两个 好像去试过Infinity的QX50 对不对 那个时候呢 其实我跟冠一就介绍过 所谓的VC Turbo的 可变压缩比的引擎 其实这个可变压缩比引擎 这个理念呢 这个概念呢 并不是现在才推出的 其实在很早之前就有这个 提出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但是呢 它并没有办法真正的实现在 量产的引擎上面 所以说这个概念 并不是说非常的厉害的一个概念 但是在科技含量上面 或是技术层面上面呢 却是非常难达成的一个这个项目 不过Infinity呢 这次真的是把这个是这个可变压缩比的引擎呢 确实终于的实现在它的这个量产车的引擎上面 如果我们现在看到图上面来讲 这就是一个Infinity的这个QS50的VC Turbo引擎的一个这个结构 那你看到它的活塞下方的连感啊 跟它的曲轴中间有一个可变角度的一个这个机构 那它会是借由什么呢 借由这个改变活塞连感的一个这个长度 来实现压缩比的一个改变 那当然因为我们知道 活塞连感的长度做了变化之后呢 基本上排气量就会做改变 所以压缩比也会做改变 那当然呢这个在于这个动力的表现上面呢 就会有截然不同的一个这个情况 因为呢有的时候想要低的这个压缩比 有的时候想要高的压缩比 那它用电脑来去自动的去控制 实现了既有这个动力的一个良好的动力输出 高的这个马力扭力的输出 又可以达成一个节能减碳省油的一个这个效率的表现 所以我认为这个引擎其实科技含量真的是相当的高 还蛮不错的一个这个引擎 那同时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在这个Nissan的这个集团里面的这颗VC Turbo的 可变压缩比引擎呢 目前是搭载在这个QX50上面 那未来呢你可不可以见到 这颗引擎搭载在其他的车辆上面 其实观众们可以期待一下 因为呢马上在9月份呢 Nissan就要导入了这个 新的这个Ultima 是四门的这个房车 那这个车子呢预期也会搭载这颗VC Turbo可变压缩比引擎 其实现在的整个这个引擎的一个科技啊 技术啊都大幅的提升 各家厂商都提出各个不同的解决方案 来去把这个传统的内燃机 例如说热效率的一个这个提升啊 或是可变的一个压缩比啊 或是加有什么轻的轻油电的一个复合性机制啊 来去降低这个曲轴转动的一个这个阻力 甚至去辅助曲轴转动 所以它有各个不同的一个逻辑跟面向 来去提升整个内燃机的一个这个动力输出 我觉得是受惠的还是消费者啊 那当然我们在这个各项的一个这个引擎大奖上面 都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科技的展现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VC Turbo引擎 感觉上它就是非常充满了知识 就像人脑一样 那实际上路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们一起到外景去试试试看看吧 我们现在还是要来试一下车 好 我很迫不及待要尝试它的VC Turbo 对 怪以你现在倒车 你就会发现这台车有一个AVM的环景影像系统 对不对 其实这是一个360度的影像 但是如果没有这项360度的影像环景呢 那你可能就不会发现你车身周边 尤其是在这个下雨天的一个这个状况 对 那当然呢 现在让你好好体验一下这个QX50 这个独步全球的2.0T VC Turbo的可变压缩比引擎动力的一个表现 那什么叫做可变压缩比的关系你知道吗 就应该是一般正常的车是固定式的压缩比 是不能够改变的 对没错 所以我们常听到就是说一些性能车啊 它为了让这个性能更好 我们都会说要降什么 降压缩比 那你发觉一些很节能的车辆的时候呢 它都会强调它是高压缩比 所以可以很节能 对对对没错 那刚好呢VC Turbo它是压缩比可变的一个设计 你知道它的压缩比低可以低到8.1比1 那高是14.1比1哦 那它的好处是什么 像我们现在这样行驶的时候呢 它是处于高压缩比的一个状态 节能省油以及这个减碳 对对对 那当然如果你大力的踩油门啊 如果需要高强度动力扭力的时候呢 这台车它会自动的变成低压缩比的一个设定 让整个车子的动力充分的展现出来 哦懂了 就是有时候动能不需要这么多的时候 它就不需要输出这么多这样子 是啊 所以它可以兼具油耗的表现啊 而且可以有很好的一个动力的性能 最主要是它只有2.0的一个这个牌子 可是你开起来就好像在3.0 3.0V6那样子的一个扭力 这款车其实算是蛮大的 对对 可是你一轻踩油门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它真的好轻快哦 你会觉得是车身笨重 看完了传统大家非常熟悉的引擎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PHEV 而目前呢PHEV就是所谓的 Trucking Hybrid就是擦电式的一个Hybrid系统 那我们要问一下罗哥 到底这个PHEV它的技术已经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呢 对 现在其实市面上蛮多车子有了 那譬如说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像是Volvo XC90啊 S90啊 它的有一颗它的T8的这个系统 它很有趣 它叫做Twin Engine 我这台车有两个引擎 它的概念就是说我当然也有汽油引擎 而且它的汽油引擎就已经是2.0波轮哦 动力非常好哦 但是你引擎盖打开你就会看到 这边是引擎 这边呢就是一个电动马达模组 而且它又是做可插电式的PHEV 所以它的整体加起来重效马力可以到407匹 那个扭力也有到65点多公斤米 所以整体来讲它是走一个非常高的动力输出 因为我们知道它以Volvo的这个引擎来讲 都是T多少嘛 T4开始一直到T8 T8就是它最顶级的动力 顶级的动力呢 它就叫做双引擎 就很有意思的这个讲法 那这样子的做法呢 好处就是我的PHEV的电力模组 我可以存电的续航力很高 那你再这样子丢进去那个能源测试 你就很长的一段时间可以存电哦 所以整体起来 平均油耗就很好 这个平均油耗就会很漂亮 那另外一个极端的系统 就是这个我们讲Prius Toyota嘛 Toyota是别的不说 省油它一定要做一哥 那Toyota的这个Prius的PHEV呢 它就在这个引擎的动力上面 它就会用这个传统的1.8的阿金森 非常非常省油的这个内燃机 NA引擎 再加上它的PHEV 它的PHEV当然就是插电式 它的这个电池会比较 比一般的混合动力 一点点的小电池要大了一些 它会有到8.8千瓦小时 就是8.8度电 那这个的名称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们讲特斯拉 它都有100D 它有数字 从75到100等等 那个就是它的电池容量有几度 一度就是1000瓦小时的意思嘛 那这样子度电的话 这也就是说 它可以在纯电的状态下 行驶大概66公里 哇 这就不得了哦 纯电哦 对啊 那你如果丢进去这种能源测试的话 它一公升可以跑到109公里 这么厉害 109.9啊 所以这样子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这个PHEV 当然你在电能的回充使用上 或者是说我想要享受纯电 或是我刚好 我刚好我家有充电桩 或是我在停车的时候 我有充电桩 那我可以再来充一下电 把那个电充饱 大概10个千瓦小时 10度电以内的小电池 充起来不用太久嘛 那你把它充饱 你就可以行驶一段时间的这个纯电 那时速可能也可以到 时速100出头 那你就享受纯粹的电力 那所以它目前呢 就用在这两种极端 第一种就是 我非常大的马力 好 还要更好 动力更强 但是我的油耗平均起来 就很好看 有人说哇 400多匹马力的车 还有一公升可以跑二三十公里 怎么可能这么厉害 对 它用PHEV 没有错 讲到这个PHEV这个系统啊 我 我们可以说 Volvo可以说是 这个PHEV领域里面的代表啊 那我们实际的也将S90开上路 到底这一套PHEV呢 上路之后的表现如何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台车真的很安静 因为它现在用的是纯电模式 纯电模式 可是其实纯电模式啊 基本上它冷气还是冷的 是啊 我们在中央的这个控制幕上 可以控制这一台车的充电状态 但我现在可以使用充电的模式 让它引擎强劲对于这个 Hybrid的混合动力系统的电瓶来进行充电 同时也可以用电量保持的一个设定呢 来维持这个电量的存量 以后可以继续使用这样 对对对对对 在驾驶模式上面呢 我现在选择的是Pure 节能驾驶 或者是你可以设定在Hybrid日常使用 现在是属于纯电行驶 你的仪表板上是有两个有油的 我的仪表板上呢 除了一个电池电量的显示之外呢 还有一个油表的显示 因为毕竟我有这个电池 又有这个油箱嘛 这台车我们利用的是纯电行驶的模式 很安静喔 很安静喔 那当然这台车搭载了一个2.0升缸内直噴 涡轮增压引擎 以及它后轴上的一个马达 纵效马力呢 高达407匹喔 它的扭力高达65.3公斤 最大的扭力喔 这台车如果用纯电行驶 可以开几公里 让你猜猜看 一般正常差不多30到50吧 哇 怪鱼果然是汽车专家等级的主持 这台车纯电行驶的里程数 可以高达48公里喔 各位不要小看这48公里喔 其实48公里已经足以让你日常生活 每天上下班的使用了 毕竟你要知道 这台车还有一个充电的功能 对不对 意思就是说 其实它是以真的纯电来行驶 然后引擎的发动它是微腹 只是为了来充电 等于它有点像是某一个品牌的那个真纯版 没错没错没错 就是有点连这个意思 像我住在林口 我每天到台北上班 这个里程数刚好就是20公里 那么它纯电行驶可以开48公里 而且最高时速可以开到125公里 行驶绰绰有余 也就是说我可以从家里出发到台北上班 可以利用纯电模式来行驶 当然这台车的油耗表现是非常非常好的 它的油耗表现 冠仪来告诉观众朋友们 它的油票有多少 可以到55.6公里 有点恐怖 很夸张 每公升汽油可以行驶55.6公里 真的是一个很离谱的数字喔 不过要单看每个人的驾驶习惯 如果你真的是很爱重彩油门 或者是爬坡 或者是什么 甚至于你级速超过125公里 基本上可能就会 当然会降低一点点 因为毕竟你如果选择的是 这个S90 T8 Exclusion这个版本 它有407匹的最大马力 偶尔我们还是会想要享受一下它的这个动力输出 我现在还是用纯电模式行驶 完全在爬坡 那当然我也不晓得 纵彩油门它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一纵彩油门要全力加速的话 你看这个引擎瞬间的就启动了 但是我现在油门松掉 车子又回复来纯电模式 其实这个车子呢 在这个Drive Mode 你可以选择有五种驾驶模式 包含了Power 敏捷模式 个人驾驶偏向的模式之外 还有Hybrid日常使用 那通常大部分都会放在Hybrid 那除非你特别想要测试一下 那这台车是不是能够跑到55.6kmh的时候 你可能会选择Pure节能驾驶 当然啦 AWD四轮驱动驾驶模式 我们讲它这个Twin Engine 就是前面有一颗引擎 后面有一颗马达 所以现在我在开这台车呢 基本上就是运用前面的引擎带动前轴 后面的马达带动后轴 也就是说我可以完整的享受407P的最大马鱼 哇 哦有耶 其实你不要说电车它的加速性 哇 对啊 而且它是机械增压加涡轮增压 就是双增压的模式底下 动力啊 我觉得真的也不用怀疑 非常足够 其实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爬这个坡 真的是有一点抖 还是算是非常非常的轻松 因为它的扭力有高达这个65.3公斤 那所以在低速呢 或者低转速要去做爬坡的动作 非常非常的轻松啊 除了PHEV这套系统之外 其实我们看到去年呢 刚正式的小改款的C Plus呢 我们也看到在上面搭载一个所谓的 48V轻型复合动力的系统 那到底呢 Audi呢 对于这样子的这个48V 听说他们要全面的来改踩这个48V 是真的吗 蓝宁克 因为其实 宾市集团的产品 一直是一个车界领导的一个品牌 对 那他们可以算是率先的把这个48V的 我是把它归纳到这个车用电子 车用电子 它率先把这个资料系统放入了量产品里面 那所以说现在接下来就是所谓的大众福斯 福斯集团 福斯集团就包含Voxwagen跟Audi这些车款呢 我相信陆陆续续也会在这几年看到这一类的系统导入 那尤其是Audi的话 因为这类系统的话 目前的成本还会稍微高一点 因为整个开发的回路要重新规划 所以说应该会先Audi 那未来可能再来Voxwagen 甚至可能Skoda 都会把有这种系统把它放上去 那这个48V厉害的地方是说 因为它是一个全新 我觉得是一个全新革命性的东西 放进去的车用电子里面 因为车用电子跟一般的电子 事实上是差很多的 那它兼48V的话 它目前我们知道的就是说 它是率先应用在这个所谓的电子涡轮技术 那它跟一般我们想象中的车用电瓶 是完全不同的回路 你可以一样像罗哥刚刚讲是 我不是讲Twin Engine 那这个的话 你可以把它当作两种电路系统 一般的过去的12V的话 可能一般车内用的电子系统 这些什么车灯这些东西就可以用了 那48V的话 它可以对应到引擎的时候 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涡轮系统 现在很多都是小排箱涡轮系统 它的EQ Boost的这个系统的话 有对应的时候 它的这些供电技术 就可以达到节能的效果 这是其一 那另外一个就是车内所有的这些电子的东西 它可以做区隔 区隔开来 甚至对应未来以后的5G系统 你要自动化驾驶的时候 它都可以借由48V来做任何的可能 那目前知道最新的是 它真的做到我觉得 那是我小时候想象中的 就是说 有没有人要出一个电子 电子避震器 然后我以后干嘛 要装什么改装 要装什么连杆 然后拉杆这些东西 我不需要 如果有避震 都可以用电子化的话 那我过弯什么东西 都可以借由电子避震器 然后都可以达到操控性能效果 那它也确实 现在已经开始对应到其他的部分了 所以说48V这套系统 现在除了引擎动力之外 它现在已经开始延伸到其他的部分去了 所以其实宾市的这一套 48V EQ Boost 对应到引擎上面能够带给车辆 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们一起到外景看看吧 哇 我们今天来台中试车 天气真的好好喔 跟台北有一点点差别 是 台中的这个温度 真的是气温比较高 那关于今天呢 就由我来当您的这个产品解说员 来跟你分享一下整个这个 这次C200的它一个这个 轻型复合式动力的车子 开起来的一个感觉 因为艾达你名鼓其实 因为之前你在国外已经试过了 你应该也是台湾媒体界里面 试最多C的吧 可能吧 因为我开了最多次 那当然因为我本来自己也就是开这个 本身是车主 对小改款前的这个C-Class 那其实很多观众朋友 会跟我们一样 有一样的想法就是说 这个小改款看起来好像 没有太多的差别 但是其实呢 在外观上面除了头尾灯的变革啦 那包含了这个前保感以及后保感 都有新形态的一个呈现之外呢 最重要的是你看不到的地方 其实它这个小改款的C-Class 有超过6500项的全新零件的使用 这么多难怪有人说 它其实是最大幅度的小改款 我觉得它包含了整个电器系统 以及动力系统来说 都有非常大幅度的变革 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48伏特的这个轻型复合式动力的这个动力来源 那当然C200呢搭载的是一具1.5升 火轮增压的一个引擎啦 对 观影你现在在高速公路上行驶 我们使用的是预设的一个Comfort模式啊 你开起来觉得这个车的力量 你会觉得令你很压抑啦 因为其实它的算是属于中型的黄车嘛 是 其实它的重量不算轻喔 对 可是你开起来会有小车的感觉 对 其实它很轻盈喔 因为它原本的这1.5匹的这个引擎呢 可以有输出到最大马力有到184匹喔 但是它在这个它的我们这个电机的部分 增加的这个动力 可以额外再给你14匹的一个这个马力 对 所以基本上它能够增加非常多的一个 尤其在扭力的部分喔 基本的扭力是280牛顿米 可是呢它另外的这个电机助力呢 可以额外提供160牛顿米的一个这个扭力 其实是相当的够力喔 48V这一套系统呢其实非常的特别喔 它是采用了一具这个一体机 也就是说 启动马达 发电机 以及这个增压器 通通都是在一个一体机里面去达成 所以这个一体机呢 藉由皮带来去跟这个曲轴相连结 传动力量 可以降低呢 这个曲轴的一个负担 所以关于你会担心的这个涡轮磁字的现象 其实基本上靠电机的助力 这可以完全的消弭这样的一个过程喔 你现在开的时候 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力量 基本上来说呢 你油门踩下去就瞬间有感 相当轻点 那爱达除了就是48V的这个EQ布 带给大家就是起步的时候 不会有涡轮滋滋滋的感觉之外 还有没有请问其他的优点呢 有的 那基本上呢我们知道 賓士的这个车型呢 它有这个所谓驾驶模式的一个选择喔 那当然啦 康逢是一个运色模式 如果你在这个中控台的这个下方啊 这个旋钮呢 把它拨到了这个Echo模式的状况之下呢 在这个情形之下啊 它的车子会甚至可以在一个 熄火的状态之下高速滑行 这个时速的范围是从40到160 都可以熄火状态下滑行喔 而且当它需要动力的时候 它可以藉由这个液体机呢 立即的将引擎启动 而且最重要的是啊 你完全不会察觉 引擎的一个这个振动 那艾大你刚刚讲我来试试看 对 你可以试看 我现在调到Echo模式 对 Echo模式 然后要在 你说要滑行的状况底下是不是 对 好 现在就要滑行的状况底下 那当然它在时速40到160都可以作动了 好 当然前方如果30公尺之内 没有车的状况之下 车子判断是一个安全的行为呢 它就会去把这整个引擎给熄火 我们看到了賓士跟奥迪都采用 这个48V的复合动力 那BMW呢 它到底有没有对于这个48V有一些说法呢 还是说它有更厉害的技术呢 Rick 其实是有的 那其实我们刚刚讲到的 比如说像Nick刚刚讲的是 那个奥迪还有BMW 那个宾士这一块 那其实BMW在这个48V的油电系统 微油电系统里面 它也是不会缺席的 那就像之前国外媒体 它其实在国外的时候 它有采访到BMW的首席的技术长 它是这样讲的 它说虽然说BMW现在还没有真正所谓的量产的48V 微油电系统的车型 不过他们其实一直以来都一直在所谓的研发阶段 那他也讲说 这个首席技术长他也说明了 他说目前市面上的量产 大部分还是属于在第一代的 这个所谓的微油电的这个系统 那他们现在预计想要研发的 其实是第二代的一个微油电的系统 那怎么说第二代呢 因为现在目前还是把 发电的一个马达 跟其中马达是独立在引擎之外 然后用皮带来带动 那他们现在是想要把发电的马达 跟启动的马达整合在所谓的变速箱里面 因为它是跟那个ZF这个变速箱的大厂 去进行一个合作 他们想说反正我车在动的时候 我在前进入挡的状态之下 那我变速箱一定是在动的 那可能再用所谓的行星齿轮这样的配置 来达到所谓的发电的这个效率 然后一样把电能呢 回充到所谓48V这个微油电的这个 系统的那个锂电池里面 然后来进行所谓其他更有效率的电能的利用 他们是想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达到 第二代这个微油电系统的一个发展 当然之后可能要到2023或2025年 才有可能看到这一套系统的一个发 一个出现不过目前为止他们是说 这个系统二代系统目前是势在必行的 就是非常有可能会进行一个推出的 那其实我们要看其实48V这个微油电系统 虽然说我们现在豪华车上面大家都有了 那平民的48V难道不会有吗 那其实现在最近在韩国 KIA的Sportage 它其实有小改款的车型 那这小改款车型它也把所谓的 轻油电的这个48V这个系统 也导入到它的小改款车型之上 虽然说内外观都是进行一些小真美容 不过它在新世代的这个柴油的车型 2.0升柴油的车型 它有一个48V的这个电池组 然后也是微油电的这个发电机 那它也会让这个整个电能的效率更好 变成说我的引擎的负担 柴油引擎的负担会变得更少 我把大部分的车用电子的这个供电的系统 全部交由这个48V微油电系统来去供给 那我的维化表现会更好 然后动力表现也会更佳 看了这些引擎 导入了新世代的科技之后 我们当然要实际的来关切一下 2019年的国际引擎大赏 到底有哪几颗引擎入围 而且是正式的得到了一些奖项 那我们要请艾大快速的带大家浏览一下 到底有哪一些已经得奖的引擎呢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是2019年国际引擎 大赏几个得奖项目的引擎 那当然我们要先从这奖项来看一下 有分年度最佳引擎 最佳新引擎奖 最佳油电混合动力系统 以及最佳性的引擎 还有最后一个是最佳电能动力系统 那当然看到年度的最佳引擎是这个 法拉利3.9升V8双涡人增压的一颗引擎 搭载在法拉利488的车款上面 这颗引擎呢 其实它还有在其他的这个 等一下项目里面还有得奖 那我觉得比较值得观察就是 第一个你看看最佳新引擎的奖项 这是一颗电能动力系统 这不是纯电的吗 就是纯电的 它就是电动马达 对 所以呢 刚刚罗哥有介绍这个我们Volvo的这个 twin engine的一个这个系统 对不对 其他的twin engine另外一个引擎呢 就是电动马达 所以其实现在引擎 所谓引擎 大家一直认为说要烧汽油啊 烧柴油才叫引擎 其实它只是一个动力的来源 包含了这个电能的动力系统 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搭载在Jaguar的这个i-pass上面 其实我们其实看到Jaguar在这个电动车的这个 开发上面其实是相当相当的快速的 那带来如果你看到最佳油电混合动力系统 是B&W1.5升的三缸汽油的引擎 然后搭配一个Hybrid系统 最著名的就是装在我们的这个B&W的 i8的这个车上 那这个引擎这个动力系统其实也推出一段时间 也推出一段时间 那截至目前为止啊 也没有人可以超越B&W1.5升三缸汽油Hybrid 这个引擎啊 那再来看到最佳性能引擎 同时就是今年的年度最佳引擎 那在这个最佳性能引擎的部分呢 它的动力输出真的是相当相当的庞大 而且其实它拿了好几个奖项 再来最佳电能动力系统 还是一个这个最佳性引擎 跟这两个这两个是同一颗引擎啊 同一颗引擎 因为这个是今年所增加的一个新的奖项 那一直以来大家都认为电动车 只有好像特斯拉啦 对不对 那现在开始有Jaguar啦 有B&W啦 有Audi 有Audi的eTron啦 有宾市啊 然后甚至 还有保时捷 对保时捷也有 所以呢 尤其刚刚像Rick讲到的这个韩国的车厂 在这个部分也是琢磨盛多 我觉得未来啊 要把这个车辆的动力来源定义啊 要定义的更广泛一些些 不单单只是烧汽油的这些引擎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它其他各个集聚的这个引擎的奖项 是怎么分别的 这个地方又有一个值得观察重点 看到没有 它的奖项是分 用马力来区分嘛 对 冠宜真是厉害啊 你看150匹以下 150匹到250匹 250匹到300匹 那当然后面还有其他的比较 其实呢在之前 这个也是今年改的哦 在之前它是用什么 用排气量来去做区分 可是你知道 我们一直在讲说 这个小排气量当道 donsizing 涡轮化引擎 甚至可以创造出非常好的一个 这个动力输出 你看看 尤其像在德国 我们知道德国的这个税负的计算方式 也是用马力的集聚来去做磕税 跟我们台湾用排气量来去磕税 是不太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其实这个地方我觉得 政府应该要与时俱进 跟随着大时代的这个洪流 然后一起的进步 而好好去检讨一下我们的一些这个税制 包含了前一阵子很热门的这个燃料费的一个 这个水油征收的方案 大家也提出很多这个讨论 结果政府回答说 现行可能不适合 是有这个需求的这个必要 但是现行不适合 就推翻了这个所有 我们这个国家往前进步的这一个这个方向 那你看看 以这个动力输出来说 以往我举个例子 高速公路的排班计程车 规定排气量要2000cc以上 才能去登记申请 这个成为高速公路的这个 机场的排班计程车 因为他想他认同的是什么 第一个是他认为2000cc的车会比较大 这是国家的门面要好看 让车龄要新这是一件事情 因为外来的观光客外来的这个人 要看到我们的国家门面是要漂亮 那当然他说因为这个高车的 国际机场的这个排班计程车 要进入台北市区 要行驶的是高速公路 所以2000cc的车辆 这个动力才足以负荷行驶高速公路 我觉得这真的是笑调这个人家大门 你看Smart 660cc都可以开上高速公路 然后我们现在还在强调说 这种大车呢不能用这个小排气量 涡轮增压引擎 这是一个很好笑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完了2019年的这个 国际引擎大赏之后 大家可以发现为什么Ferrari 这3.9升的这个V8双涡轮的引擎 它可以拿下四个大奖 它是有哪些独到之处呢 尼克 因为Ferrari自从 应该是说Ferrari从它开始制造量产车 甚至它到近年 重新再把这个涡轮系统的引擎 重新放回来之后呢 事实上Ferrari大家都知道 Ferrari是一个超跑的品牌 但是也有很多车迷会不自觉的忘记 事实上Ferrari专注于就是它的引擎的开发 因为过去呢Ferrari一直在这个 所谓的F1赛事场合上面 一直没有不间断的参加 那这些赛事呢 就是让这些工程师呢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啦 那他们又有自主开发这个引擎的能力 因为你尽量成为一间成熟的车厂 你如果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引擎 事实上你就跟一间表厂一样 你没有办法做一个机芯的话 你根本不能成为一个成熟的表厂 所以说一样Ferrari虽然说它的规模不是这么大 但是它在引擎这一块 它是非常坚持 而且它有它的一个独到之处 所以说大家都觉得 意大利的车子啊 可能会觉得这里组装品质哪里 不管会人味很重 但是在引擎这部分 反而是完全相反的 没错 它讲究的非常的精确 那又尤其它在这个488车型 这回来这个涡轮系统之后啊 过去有一段时间是自然进气系统 那在涡轮系统之后呢 那它讲求的就 它的工油喷油这些东西都非常的精确 然后它的重点是这个涡轮的这个效应 跟这个技术啊 你要怎么样的去 对应这个工油系统的调校 让它能够随时的调整动力输出 然后不会有过去我们想象中的什么涡轮 但是在现在新的车款里面比较少都会出现了 那在这些对应呢 那这样引擎本体本身 本来就已经不是有太大的问题了 那涡轮技术 它们有独到之处的话 那很自然的拿到这些奖项 我觉得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毕竟它跟其他车厂一比下去 那它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对啊 而且法拉利啊 就是投注在F1多年 所以他们的引擎科技相信呢 也是很多人有目共睹的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这个奖项当中 我们也发现了Jaguar Land Rover 它的这个电能动力系统 它这一次在这个奖项当中 也拿下了三名的奖项 而且你看它在350到450之间 竟然可以打票 就是可以把这个所有一票 这个信任的车款给打破了 那罗哥它到底有什么厉害的地方 对啊 因为这个也算是媒体投票 所以这个事实上也是跟媒体 当时 当年 这个时代 比如说这个年度出来的这些新车 他们的体验 或是说他们整个纵观全局 来跟大家来做一个比较 像这个电动的这个系统 首先今年是推一个电力电动系统的特殊奖 所以它就一开始就得到一个电能动力系统奖 那你得到这个奖呢 说OK 这个以前以往都是特斯拉在拿 那当年大家都觉得特斯拉 你已经做了十年了 那这个东西你已经技术很成熟 那你新来的 其实对于Jaguar的i-pass来讲 它有一点很特别 就是说它让媒体在试驾的时候 跑赛道 然后它在赛道的动力 因为你也知道 反正英国人 它非常会在这个动力的输出上面 就跟操控把它结合起来 更重要一点是它不会热荡 对 你说特斯拉会 对 因为以前我们大家应该很有印象 Model S在这个大鹏湾跑过 跑个几圈而已就进入保护模式 对 也就是说 其实因为电池这个东西 它在高速的电流在运作的时候 热量是很大的 那你如何去兼具你在高速在跑道上面奔驰的时候 能够有更好的散热的效果 这个可能是特斯拉它并没有这种运动基因 没有赛车基因 所以它的工程师们只是纯粹封闭性地在考虑 我这个系统如何做水冷 那其实他们做得很好 但是问题是你在持续时间的高效能输出的时候 那你在赛道中跑 它其实可以用空气 可以用更多的散热的概念 那在i-pass上面这个就发挥得不错 所以这次它就会得到这个奖 那同时它也赢得了这个 就是350到400HP 对 400马力 因为它那个是400匹马力 对 真的还蛮厉害的 当然除了刚才那个急剧之外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最佳油电混合动力系统的部分 真的让大家跌破眼镜 既然得奖的 刚才艾达友说到了 这个车厂 竟然不是Toyota rig 是啊 刚刚其实艾达友提到说 其实我现在觉得这次 它今年的最佳油电混合动力的系统得奖 我觉得应该给BMW来点鼓励 因为其实刚刚艾达友提到说 其实i-pass这个车型 它这个动力系统 其实推了已经算是好多年了 它其实在这个hypervy 这个1.5升三缸的汽油hypervy上面 它其实并没有说我一直 我可能推出来之后它就没在进步 其实它这次应该说它近期有 应该说i-pass有进行一些小海款 那它其实在电力系统的效率方面 其实有在升级的 那我其实可以介绍一下 目前现在i-pass的这个动力的架构是怎样 就是说它现在1.5三缸的 它最大马力就有230一匹 当然还包含了它变得非常自豪的 自家的twin power engine的这个系统 所以它基本上无论人家的引擎 它的效率其实是已经非常好的 那在i-pass身上它前轴还有配置一个电动马达 所以它前轴电动马达 还可以提供额外的143匹的一个最大马力 那等于说重效马力加起来 其实有374匹 你看这么小一台车 而且刚刚艾达也有提到说 其实i-pass它是用所谓很多的碳纤维的负荷材质 去组成它的车体的 轻量化的车体 它的车重其实才1535公斤左右而已 以它这个跑车来讲的话 它的重量其实不会是非常重 而且它又是一个算是hybrid的车型 所以应该说以往我们认知的一个hybrid 可能真的是以省油为目的 可能就是外形方面可能会居家一点 那P&M把它放在跑车上面这个创举 第一个反而让它得到一个话题性 再就是品牌科技力的一个展现 所以我觉得它现在应该还是会继续的在持续的进步 未来还有非常可以期待的空间 除了这家油电混合复合动力的系统之外 我们来看一下150匹马力以下得奖的是福特的1.03缸涡轮的引擎 那艾大 刚才其实你有讲到 其实这颗引擎是不是获奖无数 其实很多年都有获奖 其实这颗引擎在这么多年来 其实得了非常多的奖项 那刚刚呼应一下Rick刚刚讲的 因为不要以为旧引擎就不会得奖 因为其实人家一直有在持续的更新以及进步 我们先来看刚刚讲到的就是说 今年改采用动力的这个集聚来去做分配 所以这一次150匹以下的这个集聚里面 总共有6具引擎入围 总共有6具引擎包含1.0升的 1.2升的 1.5升的 甚至还有这个1.8 Hybrid的引擎 入围在这个150匹以下的这个引擎 大奖里面入围 然后大家评审来去投票 最后选出的是这个1.0升的 三缸涡轮增压引擎 那有一些人对三缸引擎 或是小排线1.0升 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恐惧感 例如说三缸啊也会抖动啊 其实怎么样 其实我记得很久以前 我们介绍过这颗引擎 就讲说它有什么平衡轴 它可以抑制它抖动什么东西 那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呢 这一次这一颗引擎啊 可以获奖的原因啊 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福特呢 它对这颗引擎上面呢 虽然得了奖 它但是不引以为字嘛 它还是持续的在更新进步 它甚至可以在三缸的1.0升 涡轮增压引擎上面 搭配所谓的主动歇火的技术 所以这一次能够受到评审 对 所以它能够受到评审的青睐啊 不是没有原因的啊 那所以而且我觉得最近 有一个话题还蛮有意思就是好像 这个马自达 新的马自达3推出对不对 就有很多网友说 哎呀 用那个旧引擎啊 其实不一定它叫做旧引擎 就虽然它是出来有一段时间 但是它还是在持续的更新 进步当中 我觉得这才是比较重要的 包含你看看 刚刚Rick讲的1.5升的 这个Hybrid的这个BNW引擎 我们讲的福特的这个1.0升 三缸的这个涡轮增压引擎 都是已经出来有一阵子的时间 没错 但是实际它还是在持续的更新 以及进步当中 所以它能够拿到这些引擎大奖 而且呢在现实生活之中 在量产车型上面搭载 都能有非常好的表现 我觉得这才是消费者 应该注意的地方 嗯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150匹到250匹得奖的是 奥迪2.0升的四缸涡轮增压的引擎 罗哥 我们发现它得奖的这颗引擎 带来到好多的这款上面 它真的可以得到最佳贡献这样 对 因为其实各个品牌 在2.0升 尤其现在以涡轮为主流的话 每个车厂都有这颗引擎 而且这颗引擎它基本上 都会从180匹左右 一直调 调到250匹左右 大概都会有这样子的 三个急剧的动力输出 那所以这个基本上 就是最主流的2.0涡轮引擎 那为什么要搬给奥迪这个呢 其实这个不是只有奥迪才用 你注意看它的底下 Seat 底下Skoda Seat的福斯全部都用 我如果把这些车名全部念完 大概我们天也黑了 就是你看看奥迪全车系 也没有到全车系 就是说它不会从最小的车系 因为最小可能用1.0 可是它A1也用 因为A1有高性能版 对不对 但是你一看到最大的A7 A8就没有 因为那个都是3.0 V6以上 所以你会发现2.0这一颗 它是泛用型最广的一颗 一个引擎可以给1 2 3 4 5 6 7 哇 这个算起来是几20种车 所以它是最佳资源共享奖 这颗引擎帮奥迪福斯集团 省了不少钱 你开发一颗就大家一起用 所以它试用的车型这么多 如果我是评审的话 这么多的集团都有这个等级的引擎 我大概也会帮给它 因为这个实在太划算了 对 真的 所以2019年国际引擎大奖 到底这些得奖的引擎 还有搭载在哪一些车盘上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之后马上告诉大家 250到350匹马力的这个集园当中 获奖的引擎是 保时捷的2.5升的水平 对卧的四缸涡轮的引擎 那我们来问一下尼克 它搭载在竟然是Boxer上面 对 因为过去Boxer的话 其实也是2.7或3.4的六缸 水平对卧六缸的自然进气引擎 那它们也是第一次的 再把涡轮系统把它放进去 这个718系统里面 718就是Boxer跟Kamen的车型里面 那就会有很多人会担心 就是说怎么又来一个 所谓小排气量 那对这一个车 这个层级的这个车口来讲 这是小排气量涡轮引擎 它们就会担心 那这个可能声音 可能听到这个声音会不一样 对 就会感觉上就有差别了 然后动力会不会不够力 衔接会不会不够顺畅 各种的疑问在 在这个四缸涡轮引擎出来以前 大家都是觉得会有这些疑问 好像不足的感觉 那但实际上出来之后 包含它有很多的技术 从911下放到Boxer 应该说718车款里面之后 事实上很多的车主反而觉得 好像之前的疑问 都有一点像多虑 因为事实上它本身还是维持保时捷 还算稳定的一个 所有各个技能都相对都算稳定 那它的所有动力输出衔接 我觉得 就是我自己试程的经验来讲的话 事实上我觉得都算OK 尤其是它有很多这些 瞬间增压这些功能 事实上整个平均的表现 包含到现在目前为止 上市一段时间 车主的回馈反应 事实上都算还不错的 但如果说你要再更要求 他们可能就会想要911 但那就不一定是 动力系统的问题而已了 就是个人喜好的问题了 好那接下我们来看一下 在450到550匹 马力的这个级运当中获奖的是 搭载在这个63 AMG上面 这个4.0升的V8双涡轮的引擎 Rick 是 其实这一具引擎 这是我们大家熟知的 所谓M178这一具涡轮增压引擎 它是4.0升V8的双涡轮 其实运用在应该说 City集团底下蛮多的一个车型 包含C、E、S甚至到修旅车的 GLC甚至G-Class都有 而且顶级的到一个所谓GT 甚至Minebar其实都有 它的动力其实就搭载在任何一个车型上面 就是486匹起跳了 如果你到GT等级的话 就跑到600匹以上 因为它其实可以调教的空间非常大 刚刚罗哥哥讲说 应该说福斯集团那具2.0升引擎贡献不小 那我觉得M178在宾市集团里面 贡献度也还蛮大的 因为也是伴侣在很多的车型都有 而且它这一具引擎好用到 连Aston Martin都想要拿来用 Vintage跟DB11都是用这一具M178的引擎 所以它基本上它这一具引擎 就是以性能为主的一个取向 当初就是以性能为主设定出来的 而且包含了所谓的 它也有钢内直噴 然后清淀化活塞 甚至所谓的干式油底壳 还有双水冷的这个系统 都有出现在这一具引擎上面 这一具引擎 不管它也在什么样的车型定位 C、E、S其实都是一个性能车的 一个豪华性能车的最佳代表 我们为什么中间跳过350到450匹呢 虽然是Jaguar Land Rover电动 就是电能的动力系统获奖 可是其实保时捷真的很隐恨 因为它只有一分之差 不然这个奖项就是它的了 是不是艾大 是啊 既然是比赛或是评选 就有分数 那分数就有时候隐恨 就可能就是一分隐恨 如果你说输了很大一届也就算了 那当然冠儀讲的这真的是太有意思了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 电能动力马达现在也算引擎 而且它可以换算马力嘛 所以在350匹到450匹这个急剧呢 第二名是谁你知道吗 就差一分的 就是保时捷 就是保时捷 搭载在保时捷 911 车型上面的这个 3.0升的这个水平对过6缸 涡轮增压引擎 哇 只差一分耶 如果说把电能里 以前电能是独立切开的话 如果以前把电能独立切开的话 我相信这个奖项 绝对会是保时捷的这颗引擎 给拿下来的 所以我觉得保时捷 你说他引不引恨 我觉得保时捷应该是 虽然没有拿到奖 但是保时捷并不会觉得 我认为保时捷不引恨 因为保时捷应该是很自豪的说 在内燃机的世界里面 我还是王 我还是最厉害的这个引擎制造者 那当然再往上走 Supercar的部分 法拉里的这个3.9升的V8 拿了很多奖 可是在这一个集聚里面 如果以这个水平对过6缸来说 这个马力区间带来说 哇 保时捷绝对会是最大的赢家 我认为保时捷这颗引擎 到近年来的这些发展 把以前以往的这些引擎的一些缺点 全部都改进了 加上新世代的一些技术 虽然大家都认为说 好像保时捷你开涡轮增压引擎 不太对 因为你以前有保时捷有Carela Carela S 然后还有什么GTS 然后后来还有Turbo Turbo才是装涡轮增压引擎 其他的车款都装载的是自然竞技引擎 那刚刚Nick也有提到 有很多车主对于他的四缸引擎说 这声音听起来会不会怪怪的 对不对 会有人说 都NA的保时捷引擎现在全部改涡轮 它吹起来刺得不对 所以其实最近我才 这一阵子我才开了一个 718 2.5 718 2.5四缸的这颗引擎 那个声音其实它就是保时捷 以前的那个声音 它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改变 不会说因为是 不会像树芭露吗 对没有 不会像 不会认为你 差这么多 不会认为说这是四缸引擎 然后你真的开起来会有那样子的感觉 那刚刚Nick提到的是说 很多的这个当时 要推出这个四缸2.0 或2.5的这个引擎的时候 大家很多人都质疑 质疑说 保时捷开四缸的会不会怪怪的 声音就不对啊 其实说真的 真的是真的不会 因为当时我也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十几年前我就 买了一个986的2.5 那起码它还是六缸引擎嘛 对不对 所以开起来那个声浪还是 是保时捷那种水瓶队祸独特的声浪 那刚罗哥提了一个问题 水瓶队祸的四缸 开起来会不会像 IMPRESTA这样 蹦蹦蹦蹦蹦蹦 其实真的是不会 它做出来的这个声音 就是保时捷的声音 毋庸置疑 绝对是保时捷 那保时捷迷眼的因子 一定都还是存在的 到底2019年国际大赏里面 这个引擎大赏里面 到底还有哪一些 是属于影恨组的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之后 马上告诉大家 在250到350匹 这个几句当中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影恨组 那就是B&W的直六的引擎 3.0升的 大家都说 为什么它这次没有入奖 因为它自己六分之差 输给了保时捷 六分其实就有点差距了 对不对 但是在这个几句 250匹到350匹 这个几句是有保时捷 2.5升的水平对 或四缸的落轮引擎 对不对 刚刚我们已经讲了 这颗引擎非常美妙的地方 那其实在这个几句里面 就是第二名的 这个就是保时捷的 不是保时捷 B&W的直六3.0升的 涡轮增压引擎 那其实这个B&W的直六引擎 其实也得过非常多的奖项 是啊 而且这颗引擎 它搭载在非常多的产品线上面 我们来讲 B&W的这个 1234567都有用这颗引擎 那甚至它的这个X3 Z4 甚至Toyota的Supra 也是用这颗引擎 对不对 所以你说这颗引擎 它能够装在这么多的产品线上面 它会差 它说实在不差 但是它还是以六分之差 它输给了这个Porsche的2.5升的水平 对货四缸引擎 那我觉得今年非常有意思 就因为今年把这个 从排气量调整为什么 马力的区间 带来去做这个评比嘛 所以当然会有很多车厂 你说我觉得B&W是这次在这个季度上 是很有趣的 不错 这次从政协下的被政府 在肯定度上 这次从政协下的内容 是屏幕内容 的是屏幕内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